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次的全球新闻 美国军方周五再次击落一个不明飞行物 后续的调查仍在进行之中 与此同时 美国商务部宣布 对与中共间谍气球计划相关的六家中国企业实施制裁 美国军方周二下午在总统拜登的指令下 击落了一架飞越阿拉斯加上空的不明飞行物体 这世纪击落中共间谍气球后 美国在一周内第二次采取行动保卫领空 目前美国正在调查有关这架飞行器的更多细节 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周五对中共间谍气球的入侵 做出了反制行动 美国商务部周五宣布 将六家参与中共气球监控计划的中国公司列入制裁名单 美国商务部表示 这些中国实体被列入名单 是因为他们支持中共军方的航空航天项目 包括飞艇 气球以及相关材料和部件 另外 美国周五也公开了更多关于被击落的中共气球的细节 美方官员称 在南卡罗兰纳州海域 发现了中共间谍气球的有效载荷 相当于一辆公共汽车大小 几乎完好无损 不过 这些有效载荷还没有被打捞上来 很可能会用起重机或船上脚车来完成 此前 调查人员已经发现了 这支气球所携带的用于收集信息的感应器和天线 美国国防部已明确表示 这支气球是用于情报监视 而不是中共声称的用于气象研究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清宜综合报道 周一 土耳其和叙利亚接壤地区发生了7.8级大地震 至周六已经造成了近2万5千人遇难 超过8万人受伤 国际救援不断涌入地震灾区 不顾建筑物碎片不断落在身上 救援人员争先恐后地寻找性群者 尽管从废墟中救出生还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但仍出现了奇迹般的救援时刻 周六 救援人员在土耳其阿德亚曼市 从倒塌建筑的废墟中 救出被埋了128小时的妇女 周五 一支以色列军队救援队 也救出了一名9岁男孩 救出后 救援队成员开心的拥抱在一起 土耳其副总统弗阿特·奥克泰告诉记者 在过去的24小时内 有67人从废墟中被救出 然而 因为救援环境恶劣 当地已经开始派出大量重机械在现场开挖 此外 国际救援仍不断涌入 帮助无家可贵的难民 在反叛军控制的叙利亚西北部地区 在这次强阵中遭受最严重的破坏 但救援工作因长达十多年的内战而变得复杂 叙利亚政府周五表示 将允许车队前往该地区 周五 埃及的志愿者将基本食品 毛毯 衣服和婴儿奶粉装满箱子 这些物资将被送往叙利亚 帮助受灾民众 巴西和瑞士已呼吁联合国安理会 下周开会讨论如何应对叙利亚的情况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海英 陈岳综合报道 美国周五表示 已与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准备续签即将到期的自由联合协定 这也意味着将中共的影响力排除在外 美国与太平洋岛国马沙尔群岛帕劳签署合作备忘录后 美国国务院周五发表声明 再与第三个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签署合作备忘录 密克罗尼西亚在未来请求美方援助的等级和类型上 双方也已达成共识 美国与密克罗尼西亚的合作备忘录 是美密自由联合协定的一部分 这份协议今年即将到期 双方正在商谈续签合作协议 使太平洋地区的协议势力不至于变动 上个月美国与马沙尔群岛和帕劳 就美国经济援助条款达成共识 并准备与这两国就今年和明年到期的 自由联合协定进行续签 但细节尚未公布 自由联合协定于1980年代签订 美国对这三个关键的岛国提供经济援助 同时进行协访 以确保美国能够出于防御目的 进出太平洋的大片区域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高玉综合报道 周五 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前副总统彭斯的住宅 进行了搜查 期间又发现了一份政府机密文件 来看报道 FBI的搜查持续了五个小时 现场可以看到一辆警车挡住了住宅车道 当天彭斯夫妇两人并不在家 只有一名律师团成员在现场 彭斯的发言人德文奥玛丽表示 FBI在搜查中又发现了一份带有机密标记的政府文件 以及六份不带机密标记的文件 FBI将这些文件一并带走 进行后续审查 1月中旬 彭斯及其律师团队主动报告 在家中发现了政府机密文件 并将其移交给当局 彭斯发言人表示 彭斯已经指示他的律师团队继续和有关机构合作 并在此事结束之前保持完全透明 目前前总统川普和现任总统拜登 也都因为在私人出所发现政府机密文件 而正在接受特别检察官的调查 新台湾记者邱月综合报道 中国搜索引擎巨头百度近日宣布 将推出AI聊天机器人挑战微软最近大火的产品 Chat GPT 有专家指出 中共的言论审查是限制发展AI聊天技术的一大因素 去年底微软推出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 GPT后 很快火爆网络 如今中国企业也瞄准市场 百度宣布将在今年3月 对名为文言一心的AI机器人完成内部测试 向公众开放 不过不少民众并不看好 纷纷留言认为百度最好的产品是广告 搜什么都是满屏广告 还有网友吐槽一直在模仿从不曾超越 中共对科技领域的发展一直相当重视 但如今似乎已经远远落后 澳大利亚的智库洛伊研究所在2月6号的报告中指出 中共极端清零封控三年 使中国的综合实力大幅下降 其追赶美国的进度也停止不前 而外界不看好百度AI产品的原因 除了技术差距 最主要的是无处不在的言论审查 以及越来越多的敏感词 认为这都限制了人工智能的发展 它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 它就是需要享有言论自由的 所以这种极其严苛的言论环境 它与这个聊天AI的诞生的基础 可以说就是南辕北辙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根源上说 即便说你没有这三年清零 对这种相关的人才资金的打击 其实中国也不太可能说诞生出 这种真正意义上的 说有价值的聊天的AI 因为它是中共的基因所决定的 它的目的就是用来如何的控制人 如何的欺骗人 如何的给人洗脑等等 如今中共的信息越发不透明 政策也是朝令夕改 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之路 似乎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新台人记者雨婷 总好报道 下面请您收看一组国际新闻简讯 日本政府时日宣布 3月13日起解除口罩禁令 后来不论在室内还是室外 是否要佩戴口罩都将由民众自行判断 不过根据最新指南 在尖锋时段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上 例如拥挤的通行列车 以及发誓上仍建议民众戴上口罩 美国社群平台脸书和IG的母公司Meta 9日证实 已经恢复了前美国总统川普的脸书 和Instagram使用权限 允许川普再次在这两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 这将有助于他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 去年的南非停电天数已经超过200天 如今情况再度恶化 部分地区每天甚至需停电长达12小时 这是南非有史以来面临最严重的停电危机 总统拉玛佛沙9月晚间 透过政府公报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 叙利亚规模7.8强阵 此双人数持续攀升 周四 联合国的首领援助运抵叙国派军控制区 而叙利亚也获不担心 西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小镇特卢尔 虽避开了12年内战 但2月6日一场大地震和震后引发的水坝 推提红坏 几乎让全镇所有居民被迫逃离家园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2月10日晚 神韵国际艺术团在美国南加州 持续造成轰动 教育界主流人士盛赞神韵的深刻内涵 是未来世代所需要的 小学校长科威特利赞叹神韵男中英歌唱家的演唱 并表示歌词内涵 撼动人心 神韵中西合璧的交响乐团完美配合台上演出 令观众难以忘怀 他们喜爱神韵每年以全新的原创内容 呈现中国五千年的辉煌文化 我认为它很精彩的动作 我认为大家去看它 我妻子已经过年来来看它 我终于进入 我肯定很幸运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王姿义张文刚 加州爱斯康迪路市采访报道 为提高生育率 中共促地方采取大胆步骤 中国人口骤降 为促进人口增长 中共卫生官员敦促地方政府 大胆创新提高生育率 外界分析指出 人口问题中共难以解决 2023年第一期 人口与健康 刊登中共官员杨文庄的文章称 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这项重要任务已写入中共二十大报告 文章还称 国务院十七个部门 联合印发指导意见 从七个方面提出20项政策措施 敦促地方在降低生育 养育教育成本方面大胆创新 以促进人口增长 中共现在一系列的这个做法非常清楚地告诉人们 就是中共一没有人了 二也没有钱了 中共做事情经常会打破人的想象的底线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是看到了中共用各种各样 让人们现在看起来奇奇怪怪的 甚至呢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些措施在促进人口增长 促进生育 中国出生人口连续多年下跌 2022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为促进生育 近期中共医保局发布新措施 帮助不孕夫妇生子 四川等地则出台新规 将未婚生育合法化 中共专家更建议 把结婚年龄降到18岁 按照中共现在的这种急于要采取任何可能的手段措施 也要想办法去尽快地增加人口的这种急迫性 确实是告诉我们肯定是死了很多人 1月15号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接事 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 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 李大师说 上次SARS出现的时候 中国死了2亿人 多年后 中共发现人口减少了 马上放开2胎制3胎制 中共2016年全面放开2胎 2021年放开3胎 并出台各种措施鼓励生育 但从2016年到2022年 7年间中国出生人口骤减46% 目前欧洲国家 它比中共扶持了什么生育 恢复生育这个力度要大得多 它们都不行 那么像中共呢 它现在财政也没多少钱 它的进化生育的思想 框框还没有废除掉 什么出台二胎政策 三胎政策呢 它的进化生育扶持的力度都是很小 在这个大家这个生育意愿非常低下的情况下 它是不可能扭转出生率下降 这么一个趋势 王鹤说 中国已掉进人口深渊里了 它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恐将对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新唐人记者李韵王佩涵采访报道 下面请您收看一组中国新闻简讯 由于出生率下降 中国各地的私立幼儿园面临经营困境 业内人士认为 大量幼儿园将在三到五年内倒闭 一名广西荣县的幼儿园业者表示 五年前刚开办幼儿园时 有140名儿童入学 但到了2020年 入学人数以下滑到约30人 根据教育研究机构 一阳教育研究院发布的报告 未来十年 中国幼儿园数量将在2020年的基础上 再缩减30%到50%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火未熄 中共官方却高调选拔 应届高中生公派富俄留学 中国留学基金会官网 1月13日发布 关于启动2023年 俄罗斯互换奖学金的临选通知 文件称 2023年会继续选派留学人员 到俄罗斯高等院校学习 进修或从事科研工作 中共上一轮公派富俄留学 是在2019年 由俄罗斯政府提供奖学金 中共官方提供一定的生活补助 和一次性往返旅费 这项留学互换计划 曾因疫情中断 今年再次恢复 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滬宁 10日在北京会见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喊话台湾民众赴大陆发展 对此台湾陆委会 10日晚发文强调 北京当局持续对台湾政治 军事与经济进行胁迫 与台湾人民的福祉背道而驰 中共高官不应将 疫后健康交流的契机 操作成政治宣传 与统战分化工具 定居台湾的作家汪浩发文 讥讽王滬宁是政治渣男 并警告共产党不可信 王滬宁预计将在3月 接替汪洋 成为全国政协主席 负责对台统战工作 纽约法拉盛华商年会 政要云集彰显华人影响力 近日 有来自美国两党的议员 呼吁立法禁止中资 在美国购买农地 下面来看一组财经简讯 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 让美国民众实质感受到中共威胁 德国之声和美国之音 11日报导 美国两党参议员近日提出 2023促进农业保障核安全法案 要求将农业安全列入国家安全决策 并将中共俄罗斯 伊朗和北韩列入黑名单 禁止投资购买或以其他方式 获得美国土地 及涉及美国农业的企业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微软ORANGE和埃及电信在内的 CME V6财团拒绝中汽投资 转而选择美国公司SUPCON 建设连接东南亚和西欧的 海底电弹 CME V6 迫使中共两大电信商 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 退出此投资 最中美报导 美国对中国晶片业 寄出严苛的出口限制 中汽长将损储 近几个月大幅血减生产设备订单 光是设备商中汽华创科技 就遭砍70%的订单 除了血减设备采购 长江损储也决定裁员10% 并推迟在武汉的第二家 晶圆厂的兴建计划 护国神山台积电一月营收 逆势收高突破2000亿 也创下同期新高 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指出 如今英特尔市值 仅剩不到台积电的四分之一 怎么追都追不上 台积电展现全球竞争的实力 这也印证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萌 不断提醒的 企业的成功要向马拉松 必须是长久的努力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2月10日晚 纽约法拉盛华人工商促进会 举行了第41周年年会 现场正要云集 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在热闹的锣鼓声中 省师出场为年会预热 一首美国国歌为活动拉开帷幕 今年是纽约法拉盛华商会 成立第41周年的年会 他们希望借此活动 向美国政要们展示 美籍华裔的影响力 华人你在美国 你只要坚定你的立场 做好你自己的事 别人就会看到你的价值 年会上向 纽约皇后区区长理查兹 纽约市皇后学院 首位华裔校长吴华阳 皇后社区学院校长曼吉诺 颁发了社区贡献奖 主办方还为纽约州主记长 蒂娜波利庆祝生日 为她送上惊喜蛋糕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上镜 纽约采访报道 红牛城市斜坡花样滑雪比赛 挑战高超技术 提到滑雪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雪山 或是野外滑雪场 今天带您去看看 在市区滑雪道中上演的高超滑雪技巧 周五晚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城市 巴德加斯太阴市 红牛城市斜坡花样滑雪比赛登场 不同于高山滑雪 城市斜坡花样滑雪比赛 需在市区专门搭建滑雪道 选手必须通过狭窄的街道和障碍物 同时展现高难度的滑雪技巧 惊险刺激的动作 着实令观众为之惊叹和欢呼 瑞典自由式滑雪名将 贾斯珀·贾德尔最后一位出场 上来就做出了一个漂亮的空中翻腾 接下来的高难度动作 也完成了完美无瑕 赢得观众发出阵阵欢呼 最后贾德尔以出众的高超技巧 赢得冠军 这次比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21名自由滑雪运动健将参赛 瑞士选手安德里拉盖地赢得亚军 另一位瑞士选手金谷不色获得第三名 新唐人记者李清怡综合报道 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全球新闻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明镜需要您 amps까К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点点栏防患